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伊梦黄梁 播讲《幻英空》 第89章 神通伊梦黄梁 至于狼拜佛的事情 官方是一个字都没提 方正见词也松了口气 这跪拜以此 独狼就要吃翻倍的饭 他都快养不起了 要是官方报道了 肯定有人专门跑上山来看 到时候这狼天天有事干了 方正可就要喝西北风了 不是寺院养的狼吗 那新闻不是说寺院养的吗 还咬死过人吗 网络上一片疑惑声 就在这时 警方的稿子终于被放了出来 警方的报道十分的中规中矩 没有多余的描述和感情 简单的将当天的情况写了一下 众人看完之后 还是一头雾水 狼怎么在寺庙里 至于书法比赛的事情 反倒没有人那么关心 随后 警言的文章出现了 而警言这两天也没闲着 专门跑了一趟医治村 做了调研 将陈静那些歪眉邪道的资料 给来了个大起底 有录像 有村民讲故事 还有他自己的所见所闻 这些全部搜罗出来后 网络上一片骂声 这个窗口啊 抱得真他妈坑 将我们全部给带沟里去了 该死的 说狼咬过人 结果是隔壁村的 咬死人 你早就该披枪毙了 还是十年前的事情 这些年都没看过狼了 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野狼 这家伙还想让我们用口水喷死他 真不是个东西 窗口抱舌 陈静 这就是你兴师淡淡说的 全都是真的 主编一把把报纸 砸到了陈静的脸上 然后怒骂道 你这个废物 亏我那么信任你 你就这么回报我 主编 我 陈静想解释什么 你什么都别说了 还是自己体面的离开 还是要我送你 主编道 陈静一听 顿时急了 眼前的工作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达到如今的地位 怎么可能舍得离开呢 赶紧陈静说道 主编 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给你一次机会 我给你机会 谁给我机会啊 网上已经骂翻天了 我的窗口报社名称都臭了 大老板都怒了 我的位置都不一定能保得住 你还让我给你机会 现在立刻马上滚 而胖子则是一脸郁闷的蹲在警局里 外面猴子黑黑笑道 嘿嘿嘿 胖子啊 让你玩武力 这回爽了吧 滚的啊 我不就是蹲几天吗 蹲就蹲 又不是没蹲过 嗯 蹲几天赚五十万 呵呵 直了 胖子笑道 猴子黑黑笑道 嘿嘿嘿 你就别想了 这墙让你老婆帮你领了 啥 你这个死猴子 不是说好了吗 瞒着他给我当小机库的吗 啊啊 胖子哀嚎不已 这好像不是哀嚎啊 被抓进来的时候 没见他怎么样 现在算是真伤心了 而此时此刻 大学宿舍里 方云静笑道 嘿嘿 马娟 你老爹可真厉害呀 竟然就这么帮大师 把事情给解决了 马娟哼哼道 哼 那是当然了 也不看我老爹是干啥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 为了这事啊 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我老爹派人去一指村 松五线 黑山市做了全面的调查 确定那狼的确没有害过人 才肯出手帮忙的 否则 你以为 我那黑脸包公的老爹 肯出手 好了 知道你老爹体面无私了 马娟 这件事情 要不要帮你向大师邀功啊 方云静笑着问 马娟赶紧摇头道 嗯 别别 大师救了我们一命 我这算一报还一报吧 嗯 用佛家的话来说呢 这叫因果 哎呦 马大妞都会说因果了 方云更是笑着不停说道 嗯 你敢嘲笑我 看抓 马娟扑向了方云静 两个人闹成了一团 方正并不知道沉静的遭遇 也不知道她的事情 是因为马娟出手 才轻松过关的 还以为凭借她的本事解决的呢 但现在她开心的数钱呢 每天都看着自己银行卡里的钱 做梦都会笑醒 嗯 有钱的感觉真好啊 再也不用担心乃乐了 方正开心的翻了个身 进入到了梦乡 一纸庙的事情并没有持续的发酵 不过一纸庙的名声却是传了出去 有许多人好奇 这个有狼光顾的一纸庙 究竟是怎样一座寺庙呢 于是一些好奇心重的人 已经开始想要去一纸庙看看 滑入到未来旅行计划当中 这也算是方正因获得福吧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讨论的人也越来越多 最终 丁 恭喜你 本寺庙达到了小有名气 获得了一次抽奖机会 现在是否抽取 啥 名气也能抽奖啊 方正一愣 是的 达成要求即可抽奖 呃 都什么要求啊 难吗 方正马上问 不难 知名度只要遍及县城 就可以达到小有名气 后面还有市 省 国 地区 州 全国等着你呢 每达成一个 你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 是不是有点小激动呢 激动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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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甘笑了两声 县城可以 市也能想想 名气传遍全省 难 全国难于上青天 全世界发展千年的佛教都没达成 他能达成 你这不扯了个大大大了吗 不对 就算是大扯碎了 也没戏呀 戏统啊 咱还是说点现实吧 抽奖吧 方正摇摇头 不再做白日梦了 直接识在点 灯 恭喜你获得神通 一梦黄梁 啥 方正一愣 问道 啥是一梦黄梁啊 一梦黄梁 一个眼神 一个举动 一杯茶 一声曲儿 随意一个动作 都能引导人入梦 在梦中 你就是神 你可以引导对方 在梦中梦见任何事情 梦境无比清晰 就算醒来 依然是记忆犹新 一梦黄梁 会唤醒人类最潜在的认知 从而看到自身的本质 一念之间 度魔度佛 或者是度佛成魔 啊 这么厉害 对你有用不 方正心头一阵小激动 立刻问道 你猜 猜猜 不猜 方正差点下意识就骂人了 最终 还是忍住了 是否接受神通 是 不是 等一下 方正赶紧跑去喝口水 然后关上了寺庙的大门 躺在了床上 叮嘱独狼看好寺院道 开始接受 你确定你已经准备好了吗 这是一门神通传授的过程 并不是一般的东西 本集播讲完毕